为了提升寿风箱内居民紧急应变能力 寿风箱公所在3号下午2点半 在平和国中举行的一年一度防汛演习 乡长刘耀忠表示 希望既有演习加强防灾技术演练 未来在防灾抢险时候可以减少灾害损失 昨日台风季节的到来 寿风箱公所为了防缓未然 下午2点半在平和国中 进行了一年一度的防汛演习 无论是提防溃提的抢险工法 民众预防性撤离作业 还是人员的抢救 各个参演单位认真操练 各个环节都不马虎 确实演练 准作业程序 办理风桥作业 以及各种适当的 选择抢险工法 赌注签口不含 必要的时候 同时幸福 请求支援防信信快 防止可以继续拨打 尤其是公共中 请注意安全 乡长刘澳中 除了是感谢各参演单位 全力配合 也希望借着防汛演习 加强个救灾单位 面对灾害时的横向联系 以及当碰上灾难发生时的 应变能力 希望借由演习 加强防灾技术的演练 未来能减少灾害损失 如果发生意外的时候 能够在第一时间使用正确的方式救援 借此提升救援能力 在灾害来临的时候 将灾害降低到最低 受风向公所 除了积极配合上级单位 做好防信演习 以防灾的工作 也会统合中央 以及地方防信能量 加强纵横向沟通 在信息来临的时候 发挥最大的救灾能量 并期望从演练中累积经验 在真正遭红天然灾害的时候 能够将灾害降到最低 记者刘宾慎 受风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